今天比較特殊一點 我要做的是肉骨茶 肉骨茶我們常常聽到你說肉骨茶 其實是分開的 肉骨是肉骨茶是茶 其實是肉骨然後配茶 其實這是早期從福建福州這邊傳過去的那邊 那我今天做的比較不是醬色 是比較偏胡椒味道的 這邊是一個滷包 把桂皮放進來 然後兩個八角進來 清香放個大概四五個 肉桂葉 這邊有桂圓 就是乾燥的桂圓 那這些東西你可能會覺得好像不是很好買 其實很簡單你只要去中藥廣告才買 那這邊水滾的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燙這個肉 我現在把它放進去 現在水是沒有滾的 等到它回滾的時候 你要把它撈起來 然後把它洗乾淨 因為那個肉腥味其實你是不舒服的 那常常看我在做菜的時候 會把肉拿去煎 但這個我沒有煎 因為你要它就一些清甜的味道 那現在水滾了之後 你可以把它撈出來 放在冷水裡面 然後一定要把它洗乾淨 像這些骨頭這個的血漬 你都要把它洗乾淨 不然這些就是任何 我們在煮肉類的時候 它腥味的來源 那接下來 你確定肉都洗乾淨了 把它放進來 水倒進來 你看稍微慢出來是這個樣子 跟肉的話比例來說的話 肉如果是這個高度 大概都一倍出來就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滷包 放進來 我在新加坡吃到類似這樣的肉骨茶 它放滿多大量的白胡椒 而且是粒不是粉 我們都知道胡椒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的氣走得比較順 所以你如果在天氣熱的時候 你吃這樣的肉骨茶 它會讓你的血液喜歡變得比較好 代謝也比較好 那既然是東南亞 我在這邊放的話我會放魚露 大概是一湯匙左右 然後兩顆蒜球進來 把火打開 然後壓力閥一起來的時候 20分鐘就好 是不是很簡單 試試看 好那現在就可以把肉撈出來了 簡單的稍微刺刪的過就沒問題了 然後倒點湯汁過來 再加枸杞 然後稍微加熱 好那現在滾了之後 你可以稍微試一下味道 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 這時候可以再補鹽巴 但我會建議不要太鹹 因為我們待會兒有準備了甜醬油 好 這個就是比較清爽版的肉骨茶 來你試試看